我們看到在昨天晚間 黃國昌他衝NCC 衝到NCC 怒轟民進黨自家派系的三立電視台 違法入股中家 他高喊怒嗆 反媒體壟斷法在哪裡呢 國會給你過半是要幹嘛 給你八年了很兇 那他大聲抗議 但是也要 我忍不住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 你黃國昌是不是也造成NCC 亂象的始作俑者 兵哥 當年就是他在反旺中 然後才惹起軒然大波 那後來他把旺中擋住了之後 結果現在還不是一樣拱手奏給別人 那中家現在被人家拿走了 請問一下 黃國昌之前有講過什麼嗎 也沒有說什麼 然後到現在 就突然之間又拿根神經抽到 半夜跑去NCC抗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半夜去NCC抗議 人家都下班了你去抗議什麼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昨天他是跟館長一起去的嘛 那我是覺得 黃國昌這個人很會操作 也就是他懂得在什麼時候操作某些事情 對他自己最有利 可是對整個大局或是對 他所屬的政黨是不是最有利就未必 你想想看 當初他也是 時代力量創黨元老 那為什麼到後面 會直接大家四分五裂 那現在進了民眾黨 老實說 就算將來 有機會要組聯合政府 我都很難想像 黃國昌 要在裡頭扮演什麼角色 陳昭芝要在裡頭扮演什麼角色 我都是非常懷疑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黃國昌當年他說 因為你好大我好怕 所以就那時候就來包圍 也是一樣包圍中天啊 去搞這些東西啊 那可是他沒有看到 我就覺得他有時候視力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那請問一下年代你為什麼從來不去包圍他 我就不懂啊 電台生手下多少媒體 他手下系統台也有 他也有電視台也有系統台 這不是正符合你當年最深惡痛絕的 你好大我好怕嗎 那為什麼他從頭到尾對電台生沒有任何反應 為什麼我不懂 還是因為他是跟你一掛了 還是跟你一樣是反中的 所以就可以這樣做 不反中的就不可以 是這樣嗎 那現在你突然之間又反三立 三立也反中的啊 那為什麼你現在又要去弄他 是因為三立對民眾黨不好 所以你才會去做這樣的事嗎 所以在我看來他做這些事情 都是打著所謂的 公平正義的幌子 可是實際上在做對他自己有利的事情 我覺得媒體是不是 不可以很大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事情 是不是我們要嚴格規定 媒體就只能到一定的規模 然後哪一些系統台跟電視台 到底是不是可以同一個老闆 這些都可以討論 可是問題是 黃國昌這個人沒有資格去討論他 因為他對這件事情的標準是不一致 他當他覺得對他有利 或他喜歡的去兼併別人的時候 他就沒感覺 他就覺得無所謂 他就不會想要去抗爭 可是當他不喜歡的時候 他就要去抗爭 三立入股中加是最近的事嗎 對啊 那你為什麼現在突然丟高 想要去做這件事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 黃國昌告訴你怎麼做就去怎麼做 反正他也有一票他的支持者 我只是在提醒民眾黨 黃國昌過去在時代力量 懂得營造他個人 你要知道他一開始跟民進黨關係也非常好 後來為什麼民進黨各個對他衍生災動 特別是老柯對他恨之入骨 這中間是有原因的 那民眾黨自己也可以去想想看 未來你們要怎麼跟黃國昌相處 那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也是民眾黨自己要去承擔 好 這個黃昌昨天夜衝NCC抗議 他指控政治力滲透媒體 但是我們也反問了 就是媒體亂象何以致此呢 不就是你黃國昌支持的民進黨 不就是你造成的嗎 不就是在黃國昌促成關中天造成的 媒體監督力量失衡 不就是你黃國昌造成的嗎 委員 黃國昌就是使得台灣民進黨媒體 之所謂這麼霸道的元凶之一 他是百分之二百元凶 你講很重 對 我同意我們韓彬兄講的話 他只是在搶個媒體焦點 搶個大家注意的新聞而已 他不是在什麼公平正義 他這個人哪會有公平正義 他說戰神 戰神 我公開講他衰鬼 什麼叫戰神 舉個例子 他以前說民主自由啊 然後號召太陽花 跑到我選區說要罷免我 當時因為他們累了 有四個國民黨立委要罷免 格蘭偉 對 格蘭偉 第一個叫做什麼 我還不是排名 我排名第四的 第一個叫什麼 叫林洪齒 第二個叫什麼 張慶忠 第三個叫吳玉生 因為他們三個黨團幹部 當時我不是嘛 第四個是我 因為我最反對太陽花 然後 這個他們就把四個人都要罷免 我當時在嗆聲 不用罷免他們四個 你們有種來罷免我 我在內湖南港 我就是一把兆 就來 花了兩千萬 動員一大堆學生 到這個 就跑到我選區的民進黨的 里長門口擺攤子 都被民進黨里長給趕走 我就是有這個本事 然後呢 搞到最後 整個投票率都只有24% 連4分之1都不到 他就抓狂 都不行不行 罷免不能門檻50% 要門檻25% 問題是整體投票都不到25% 他輸了 彼此摸一摸回去 就隔了一年他被罷免 對 他被罷免 他的罷免投票率多少 35 他不是說25%就要成立嗎 我就呼籲他 你如果男子漢有種的話 你35%被罷免 你趕快辭職吧 結果他還賴到什麼 賴到任期結束 不辭職 他不講35%罷免 是不合情理的嗎 就他拖到最後 拖到最後怎麼樣子呢 不敢再競選連任 真的他不敢再競選連任啊 不是我說他摔鬼 鬧子是什麼東西啊 你如果覺得罷免沒道理 你就競選連任啊 他是區域立委啊 怎麼不敢啊 因為當時是民進黨里讓他選嘛 支持他 讓他贏啊 那現在啦 這個他靠著什麼 就是靠著所謂的什麼 打旺中啊 起家的 他打中天跟中市起家的啊 那你今天什麼 對 打三立啊 你當時怎麼捧三立 上進三立 三進年代電視台 繼續修理這個中天跟中市的啊 你是不是還有臉 講這什麼NCC的問題啊 你就是NCC的共謀 共犯 你有什麼好講的 你自己念那什麼 什麼新聞媒體法律的 你其實你就是共犯 養大三立年代 這些綠媒的共犯 那因為他跟什麼 他跟綠的利益不合嘛 利益沒有擺平嘛 這個 以前呢民進黨給他一塊餅 他覺得餅太小 他偷吃嘛 我公開講沒關係 這是話誰講的 這句話就是柯建民講的啦 好啦他現在跟民進黨搞砸了 他跑去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正需要有所謂的戰神 他什麼戰神 什麼咖啊 戰神 那他跑去了 哇就是開始造勢啊 他想要想盡辦法在各種場合造勢 那我當然理解嘛 對不對 一種政治人物想要求生存嘛 你有本事當什麼不軍 不分區立委 你就下來選吧 隨便你挑啦 我跟你講你一個選區選不上 那我敢講 那你握在不分區立委裡面 你算什麼卡 我號稱戰神啊 那當然他現在趁館長啊 跟館長兩個人去辦活動啊 抗議什麼那個 這個 抗議什麼 抗議那個 那個什麼司法正義啊 抗議什麼居住正義啊 你自己不是方式還蠻大的嗎 那以前哦 還反中反而很厲害 問題是 他的出版品在中國大陸出版耶 對不起啊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一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 我沒有去賺中國大陸的版稅 他有啊 他的書以前哦 大陸上不知道他是 他是這種卡啊 批准他出版 然後還賺了版費啊 還有他說啊 反對什麼台商啊 什麼一大堆的 他的岳父在大陸做生意啊 怎麼不講 對大陸不是跟張宏路一樣嗎 全家都在大陸做生意 然後在那邊反中搞台獨 他最近是沒有搞台獨啦 可是問題他投靠民眾黨就是要創造聲勢 他這個人只是要創造聲勢 爭取媒體的焦點 那他假設台灣的老百姓啊 都是健忘的 忘了他以前什麼搞什麼媒體壟斷 來打擊這個中天跟中視的 不就他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現在什麼 哦 搖失了一遍 好啦 我當然啦 他如果繼續打率 我也贊成啦 給他鼓勵啦 但是不要 哪一天拿到甜頭 要把他都轉向好不好